大家好,欢迎来到微健康与科学频道,我是Vivian。 你是不是正在为未来攒钱,幻想着退休后能过上悠闲又自在的生活? 但除了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你有没有想过,为自己的健康也存一笔长期资产? 想象一下,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感冒一拖就是好几周,甚至拧个瓶盖都费劲。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其实可能是身体在偷偷发出警告。 你的肌肉正在悄悄流失,而这正是衰老悄然而至的信号。 不管你是元气满满的年轻人,事业打拼的中年人,还是想要优雅老去的长者,肌肉都是你最该投资的健康资产。 它决定你老得快不快,病得重不重,甚至关键时刻能不能独立走进医院。 本期影片,我们就来一起揭开肌肉的秘密,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存肌肉? 怎么科学有效地存? 肌肉不只是健身房里炫耀的二头肌,它是你身体动作、代谢、免疫和认知能力的基础。 根据结构和功能,肌肉分为三类,骨骼肌、心肌和平滑肌。 骨骼肌附着于骨头,负责跑步、举重等主动运动。 心肌构成心脏,日夜迸送血液,堪称不知疲倦的发动肌。 平滑肌分布于胃肠道、血管等器官,调控我们无法自主控制的内脏活动。 在这三类肌肉中,骨骼肌是我们唯一能够通过主动锻炼来直接强化和提升的。 它由无数肌纤维组成,驱动从打字到短跑的各种动作。 每条肌纤维是一根细长细胞,内含多个细胞核和用于收缩的特殊结构,通过神经信号完成精确运动。 肌纤维主要分为慢肌纤维和快肌纤维。 慢肌纤维富含线粒体和毛细血管,颜色偏红,常称为红肌。 适合慢跑或站力等低强度,长时间活动,耐力强但力量小。 快肌纤维颜色偏白,常称为白肌。 适合冲刺或举重等高强度,短时活动,力量大但易疲劳。 你知道吗? 每个人的慢肌纤维和快肌纤维比例天生不同。 马拉松选手通常慢肌纤维占比更高,而短跑运动员快肌纤维更发达。 虽然比例主要由遗传决定,但针对性训练能优化其功能。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快肌纤维流失尤为显著。 研究显示,60岁以上人群的快肌纤维可能大幅减少, 这不仅导致反应迟缓,一摔倒,也提醒我们,尽早存肌肉的重要性。 肌肉的功能远不止帮助我们动起来,它对身体的各个系统都有深远影响。 首先,肌肉是控制血糖的重要器官。 餐后,血糖在胰岛素的帮助下进入肌肉储存或被利用。 如果肌肉量太少,就像仓库太小,血糖只能滞留在血液中, 时间一长就可能发展成胰岛素抵抗甚至糖药病。 此外,肌肉是天然的燃脂工厂。 肌肉越多,基础代谢越高,即使躺着不动,身体也能多消耗热量,更容易控制体重。 它还是身体的激素工厂,能分泌各种基因子信号分子, 帮助降低炎症,促进脂肪代谢,甚至影响情绪与记忆力。 例如,运动时肌肉释放的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被誉为脑部肥料, 能促进神经细胞再生,有助于改善情绪,增强认知。 更厉害的是,肌肉还储备着一种名为骨氨鲜案的氨基酸。 它在你感染、手术或生病时会释放出来,支持免疫系统和组织修复。 可以说,肌肉是你抵御疾病的紧急粮仓。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肌肉。 从30岁开始,肌肉质量和力量便开始逐渐下降, 平均每10年流失约3%到8%, 到了50岁后,流失速度会进一步加快。 这种肌肉质量和力量同步下降的状态, 在医学上被称为肌少症。 肌少症并不是老年人才有的问题。 越来越多研究发现,4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 已有不少人处在肌少症临界状态,只是自己还没察觉。 肌少症不仅让人看起来瘦弱,它对健康的影响也非常实际。 首先是行动能力下降,行走缓慢,反应迟钝,平衡力变差, 从而增加跌倒、骨折、长期卧床的风险。 其次是代谢紊乱。 因为肌肉是血糖的主要去路,一旦减少, 胰岛素敏感性也随之下降,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和脂肪肝的风险都会增加。 更值得警惕的是,肌肉减少会削弱免疫功能, 导致身体在面对感染、创伤、疾病时反应能力下降, 恢复速度也会变慢。 甚至连大脑也会受影响,因为某些由肌肉分泌的基因子具有保护神经元、 延缓认知衰退的作用。 有研究显示,肌肉储备越低的老年人, 未来患认知障碍或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越高。 对于癌症、心脏病或重症患者来说, 肌肉多少几乎可以预测他们的预后情况。 那肌肉为什么会流失呢? 原因很复杂。 一方面是年龄带来的激素变化。 随着年龄增长,男性的高童、女性的雌激素水平逐渐下降, 这些激素本身就有促进肌肉合成、抑制分解的作用。 中老年人还常伴随着生长激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水平下降, 进一步降低肌肉合成能力。 除了自然老化,还有很多人为因素在加速这个过程。 最常见的是久坐和缺乏运动。 现代人经常一天坐上八九个小时,即便每天锻炼半小时,也很难完全抵消久坐对肌肉的伤害。 长期不动,肌肉就进入待机状态,不但不长,还会慢慢分解。 其次是蛋白质摄入不足。 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关键要素,如果饮食中过于精细,摄入不足,或者节食减肥太频繁,都会导致肌肉合成降低。 尤其是老年人,往往因为食欲下降或消化能力变差,更容易缺乏足够的蛋白质。 慢性炎症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 很多慢性病,如糖尿病,慢性肾病,风湿病,都伴随着体内的慢性炎症。 这些炎症因子会促进肌肉分解,抑制合成,导致肌肉大量流失。 还有一些常见药物也会损伤肌肉。 比如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会加快蛋白质分解,而部分酱汁药物如它听类,也可能导致肌肉无力,甚至肌肉溶解。 特别是多药联用时,风险更高。 压力大,睡不好也会让肌肉受损。 长期精神紧张或睡眠不足,会打乱皮质醇的分泌节律,抑制生长激素分泌,让肌肉难以修复。 再加上饮酒、吸烟,吃太多高糖高脂食物,肌肉环境更加恶化。 说到底,肌肉流失并不仅仅是变老的必然结果,而是由多种可控与不可控因素共同造成的。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有机会通过科学干预去逆转它。 好消息是,肌肉是可以逆转的。 只要方法队坚持做,就能重建力量,延缓衰老。 抗组训练是最有效的增肌方式。 年轻人适合每周进行二至三次中高强度力量训练,比如深蹲、俯卧撑或哑铃训练。 中老年人可以选择弹力带训练、负重不行等低冲击方式。 高龄人群可从作战训练、腿部抬聚坐起,再配合太极等安全性高的运动。 蛋白质摄入同样重要。 建议成年人每日摄入1.2至1.5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并均匀分配在三餐中。 优质蛋白来源包括鱼、瘦肉、鸡蛋、牛奶、豆类和坚果。 运动后30分钟内补充蛋白质,有助于促进肌肉修复与增长。 维生素D、铭、Omega-3脂肪酸和B族维生素也对肌肉合成与功能调节有帮助。 可以通过深海鱼、绿叶蔬菜、蛋黄、颧骨类等食物摄入或适当晒晒太阳补充维生素D。 睡眠质量也不能忽视。 每晚保证7-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有助于激素调节与肌肉修复。 即使是在减脂期间,也要防止肌肉流失。 推荐采用适度热量限制加高蛋白饮食加抗阻训练的策略,不仅能减脂,还能维持甚至提升肌力。 肌肉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一套抗老系统。 你愿意为未来的自己投资一点时间和汗水,现在炼的肌肉都是以后独立生活,少住医院,保持尊严的底气。 别等到走不动,站不稳,反应迟了,才后悔没有早点存肌肉。 和存钱一样,越早开始利息越高。 从今天起,给自己一个承诺,把练肌肉当成给未来的一份健康储蓄。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期我们会继续讨论更多健康话题,记得不见不散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